東山路一段人行道 因為民眾有聆聽需求 卻又遭取締 縣議員楊宏敏認為應該塗銷 也引起大家對行人路權的討論 曾任東山鄉長的縣議員謝燦輝 認為塗銷是不當的做法 況且周遭也是校區 也必須維護 通學與老幼行的安全 因為這家裡有三間學校 一間法座 一間東山國中 一間東山國秀 出入非常頻繁 如果民代人要求人行道 突銷 會影響到學生的出入 所以言言言言出分道 這比較妥當 如果突銷後 學生的安全 誰不敢說 我相信這沒有變沒有導致 這個政策我是認為 百分之百的政策 不要說用這種形容詞說 車屋的政策比探路更可怕 議員表示 其實道路上的人行道 早就已經存在 過去是專型 只是因為亮點計畫工程 連帶一起維護 而改成標線型而已 並非新畫設 至於對停車造成的不變 議員建議可以以增加停車場的方式 來處理 好不容易 在一百公斤年拿到亮點計畫 洋公所也把這個 原型道做規劃在裡面 所以說這次鋪設這個原型道 它的以前是有高低差 現在用平面的 只是用顏色來做機構 我相信最近這兩天在媒體的討論 因為很少出現在 這個東三鄉用脫掉的 這個我看是有心人在操作 我相信這個不可以這樣做 第一停車場跟第二停車場 不是原意讓這些 一些車両來我們這裡的人 可以開放五元入這裡停車 宜蘭新聞記者黃竹和採訪報導